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黑湖Ocean 你們負責外圍和採集海水海棗亮本 字幕志愿者 天文台的潮席報告顯示 今天的潮退時間是兩點 就是說, 師太在潮帳的時候 被沖到水桶裡 當潮退的時候被石堆擋住 出不回 發現師太的那隊退休老夫婦 每天四月晚和晚飯都會來這裡散步 他們說昨晚都不見有屍體 是今早才看到的 昨晚六點鐘潮退 到今早五點開始潮漲 然後下午兩點再潮退一次 老夫婦昨晚六點半來這裡散步 今天兩點半發現屍體 跟潮汐相推的時間完全吻合 檢查, 檢查完畢 好 屍體雙手的皮膚 出現衣服和採集現象 即是表皮和真皮層剝離 而屍體已經全身化脹 初步估計已經浸在水裡 超過四天 而死者有頸大動脈位置有傷口 位置是大動脈 很大機會是因為大量娶脫而致命 不過真正的死因 要等進一步否認確定 屍體衣服上的深紅色淺痕 初步的檢驗結果是人 郭Sir, 在現場搜查過 暫時未找到可以證明死者身分的物件 要知道死者身分 應該還有其他辦法 這個問題要發醫問一問屍體 屍體的手指應該可以給到答案 用人皮手套的方法 開始 死者的皮膚因為浸泡而發脹 所以表皮和真皮有部分已經分離 開始變得軟爛 我們首先要小心把表皮完全剝離 分離 用無水酒精溶解表皮的油脂 再用溫水浸泡保持彈性 然后控干表面多余的水分 表皮经过处理会变得较硬 之前因为发胀而模糊了的指纹 也会变得比较清晰 现在就可以开始正式吐取指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依然是否有头緒 但是这么多角位 会不会中英文都有 高sir 高sir 配队有结果吗? 还没有 不过有圈仔帮忙, 开始有头緒 继续努力 死者山上的血迹 有没有检验得到属于其他人? 没有, 全部都是属于死者 高sir 在死者山上的海水印本 在死者山上的海水印本 发现了细长鱼甲组 但是在石灘的海水印本浸壶 细长鱼甲组 主要分布在香港东南和东北一带的海域 和石灘位置江河海双反方向 死者很大可能是在这一带的海域 被拋到海汽舌 Howard, 马上出海事处的水流指令 高sir 在死者山丘里面发现的胶粒 他报告出了 是细长鱼甲细兵器 前几天有一艘货船捉招傾側 掉了几个货柜下海 弄得整个海面都是细兵器胶粒 事发那里是… 是大浪湾, 刚刚上网查过 石灘一带海域水流流向 平均为正北220至240度 和细长鱼甲组出现的方向 还有货船捉招的地点吻合 就是大浪湾一带 就是空手最初气使的地方 是 Dr.Man, 阿芬 之前发送的海水样本和海流资料 有没有帮助吗? 高sir 麻烦 就师看发像和腐化程度 再加上你们提供的资料 结合水温、水質各项数据 可以肯定死者死了超过五天 被杀后起屍大海 死者的死因是匿蔽 还是有颈大动物受酸? 在死者的器官、食道、肺部、胃部、小腸 都检验不了和海水相关的物质 所以可以肯定死者是死后被起屍大海 而死者的幼颈大动物的伤口 切口心移平滑是利器造成 有生活反应是生前傷 所以死者真正的死因 是幼颈大动物受損 導致失去过多而死 造成回形伤口的利器 他应该可以给你答案 这粒水舌 是在死者的幼颈大动物伤口里找到的 不像是胶粒 像是玻璃之类的东西 很大机会和空气有关 另外, 我在死者身上 发现有多处被重击过的伤痕 其中最有可疑的 就是死者两只門牙 都曾经遭重力撞擊而断裂的痕跡 就被、伤順、人中位置的伤痕 死者生前应该和人发生过激烈打斗 鼻骨移毁和有羽伤 通常是遭到对方正面出拳攻击 伤順和人中位置的羽伤 是因为嘴部撞向硬物造成 而上岳两只門牙也因此而断裂 断裂的部分 我们解剖的时候 发现死者的胃部 另外, 在食道内壁 发现有被断牙刮傷的痕跡 傷痕有生活反应, 是生前傷 如果是这样 極有可能会在案发现场 留下門牙受撞擊而断裂的痕跡 另外, 在死者背面的左肩、右腰 左大腿、左小腿上下两处 都有这种圆恐型的伤痕 是伤症 由预合程度来看, 还是很多年前的旧枪傷 五个位置的中枪时间和距离相差不远 五次枪傷都在背面 就是死者被人从后襲擊 又或者是追捕 看来死者并不是普通事物 根据Dr.Man提供死者的指纹 IP透过指纹识别技术 发现死者的指纹和2011年轟动一线 中环码头小丑三思命案的兇手问候 匪徒叫朱海川, 卓套野猪 在2011年, 野猪连同四名匪徒 参与一宗街头劫杀案 后来怀疑分庄不云而内控 杀了当中三个共犯 才演变成中环码头小丑三思命案 兇手野猪就墮海失踪 剩下这个, 最后都落幕 他叫… 陈芯 你认识他? 我在监督二教过三堂英文回话 他很好学很多东西, 所以有印象 陈芯卓號蝦條 在野猪失踪当晚被捕 党案说蝦條表现非常合作 详细和警方交代这两宗案件的似门 根据蝦條当年份后供 野猪和他从小玩到大 之后就承认野猪做他的大哥 两个人因为一起出市区工作 所以认识了两个古華仔和他的大哥 歐世王 大家做兄弟的, 一句都说了 有今生, 没来世 我们一是兄弟, 一生都是兄弟 有酒, 一齊队 有钱齊齊找 明天哪个混蛋出卖兄弟 我要他幻屍在这里 看得有这么丟臉, 得这么丟臉 有这么丟臉, 得这么丟臉 总之, 大家齊心就事成 我们一起搞这盗大茶饭去 走 恒窗会珠寶公司 在这幢大厦三楼 我收到肩料 恒窗会老板会在后天三点钟 拿着两个东西 由他公司到隔壁家银行入货 好, 当他去到楼下家的 大概是这个位置 我们下手 日光日白, 当家老粒会不会很羊 怕你就缩了 我们再多分一份入屋 和哥, 有事是计划的 怎么会选择我们呢? 我试清楚了 那里附近有间 专帮人搞派对的公司 整天都有小丑出出入 我们一月晚上一份 这么奇怪呢? 不怕被人点上的 是不是? 和哥, 不好意思 那些年轻人不吃饭 后天, 顺顺利利收拾两球 醒目, 你做天文台 好, 收到 你?我记得一筷子 你开车 aí 好, 哥 好 哎呀 好, 行, 行 大哥 怎麼了? 我這隻狗明是老狗的 怎麼變成塌子? 放心吧, 沒什麼問題 怎麼了? 我這隻女兒進去醫院, 我要去看她 行, 這裡我搞定, 晚點碰你 你自己小心 你先走了 醫生, 我的女兒進去幾個小時 為什麼這麼久還沒出來? 你女朋友叫什麼名字? 李愛琳, 她現在究竟怎麼樣? 她究竟發生什麼事? 病人手術順利, 很快可以出來了 大哥 馬上回到頭口, 我在那裡等你 不是在和哥的頭口嗎? 總之很麻煩, 見面才說 你把和哥的地圖打倒了嗎? 那群混蛋早就要了勞粒兼臨油 當他們猛兵 剛才他們還想把我打倒了 幸好我先把他們打倒了 是那條混蛋自己說 誰犯規, 誰橫屍碼頭 不得好死, 我就把他們搬回去碼頭 這些就是報應 現在的錢全都是我們 但是我們也有份一起努力 這些人會不會很快掛到我們? 淡定點吧, 我們有錢不用怕 我們去找大飛翔 莫說坐大飛雀草, 由輪也由你坐吧 你們倆在這裡幹什麼? 別走… 站住 野豬是被追捕期間, 一度搶槍反抗 最終身中五槍失足墮海 就是找不到他事 根據當年開槍警員的報告 他們開了七槍 有五槍是打中了飛逃的 我們驗屍也看到有五次槍傷 分別是左肩、右腰、左大腿 左小腿、上下兩次 跟警方檔案一致 我們也被對過屍體背面的槍傷疤痕 跟現時的軍中警務人聯用的 Smith & Wesson Model X左倫手槍 簡稱點三八的子彈口徑密合 即是一隻攤發現的小丑浮屍 就是八年前中槍墮海失蹤的兇徒 野豬, 朱海泉 當年他殺人, 現在是誰殺他呢? Dr.Man在死者有頸大動物的傷口 發現一顆藍色水蟹 化驗結果顯示當中含有氧化氧 氧化元、銀化氧化氧 藥濕濕紙、碳酸、碳酸、碳酸 等等的礦物質 是水晶玻璃的主要成分 根據法醫報告 死者有頸大動物的傷口 直徑長約九十 mm 最接近這個大小的水晶製品 就是酒杯 死者的傷口之所以呈現不完整的胡形 應該是一隻杯口為有破損的水晶酒杯所造成 這個酒杯屬於一個歐洲知名品牌的限量製品 全購只有十八套 這件空氣的物質一定非負責貴 案發這段時間, 蝦條做案家 兇手不會是他 蝦條因為只參與了一項行劫 和珠寶商人何慶新的謀殺案 還有棄上碼頭小丑的兇殺案也無關 再加上配合警方調查 最後只判了九年 搞了假期, 加上他的行為良好 懲教那邊已經出了通知 被蝦條提早出現 我聯絡懲教那邊 安排讓我們進去見陳心 如果可以, 我也想參與 你不說話, 我也想邀請你 有熟人在這裡的反應容易開口 野豬當年大難不死, 潛水八年 這次冒險回來, 一定有一個很強的理由 是誰知道他回來了 你為什麼事要殺了他 還要扮成小丑? 怎麼會這樣呢? 目前來說 我們只能回答你最後的疑問 死者之所以會扮成小丑 相信是因為工作的需要 死者三上面有胸口為止 有個殘缺不存的圖案 經過重組收復 我們成功把圖案還原 歡樂陽光, 開心心情 我們查到這個是西貢 一個親子魚牌的標誌 這個魚牌是用小丑做修行點 吸引小朋友 有陪吊小丑, 故事小丑 氣球小丑和魔術小丑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 死者遇害的時候 是在上班期間 因為野豬是這裡的員工 所以要扮成小丑 野豬擺明沒有身分證, 是黑工 魚牌老闆請他也有問題 最重要是他回答我們想知道的問題 這裡是小朋友的樂園 大朋友的世界 我們的小丑十項全能 玩得、吊得、說得、討得 我們想找你網站上介紹的 那個陪吊小丑 我們最近很興奮這個魔術小丑 很搶手的 看你是英俊美女, 給你一個快旗 我朋友特意介紹我來找陪吊小丑 除了他, 誰也不喜歡 他放大價, 不如… 無所謂, 放到什麼時候? 我們等他 不如我算便宜一點給你 選別人吧 不行 我不做你的生意 也不行 我說行就行, 你們哪位? 警察 我們只要知道這個陪吊小丑的底細 他什麼時候開始上班 有什麼朋友見過什麼人? 還有什麼時候失蹤? 我又不是他媽媽 他的事我怎麼知道呢? 他沒有身分證, 你肯定知道 請黑工是犯法的 你更加不可能不知道 他上班了一個多月 他知道你在這裡 在香港工作, 登記的地是黑龍江 老闆, 你有多少天不信 請黑工是會坐牢的? 生意不好 沒有症可以少給人工資 有沒有人來找過他? 他平時有什麼朋友? 平時他也不太說話 不過最近這個星期 他經常喝大兩杯跟人家床 又說很快威風給我們看 很快要發達 怎麼這麼容易發達? 死就容易了 你記不記得他什麼時候失蹤? 應該是12號 對了, 他吃完後就沒回來 還有, 他留了一堆東西在這裡 還要拿著那套小手祭壁 想不到這麼多年來 大哥, 你還記得我 這麼關心我嗎 你考到這麼好的成績 認識你的人都會替你高興 謝謝你, 高Sir 我們知道你跟朱凱川感情很好 你進來這麼多年 他有沒有聯絡你? 沒有 我一直以來都以為他中槍死了 我們懷疑他一直前途外地 最近才回來 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你? 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你? 可能他以為我快要放出來 想見我, 說我知道他沒事了 他是通緝犯, 為了見你 他也要冒很大的風險 換轉是我, 我也會這麼做 小時候, 我又瘋又蠢 經常被人欺負 我一次, 都是大哥幫我出頭 當我長大了, 我跟他出來混 都是他看著我 不過, 每次有好事, 他也會遇上我 你跟他這麼好感情 他真的一次都沒有帶人來找過你 連幾次都沒有托人寫貨給你 我想他也是想等我出來才找我 但真的想不到 差一點時間, 他也等不到 你不會還想跟他吃大茶飯? 不會了 我都坐了這麼多年牢, 我知道錯了 那你怎麼看野豬的事? 你覺得他會跟什麼人有關? 大哥最大的仇口 都是當年我哥他們的 不過他們已經死了 男人仇殺離開錢和女人 你大哥有沒有感情問題?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還是想幫你大哥找到一個兇手 讓他安靜 我明白的, 我也很想幫到你們 那你知道野豬在香港還有什麼事嗎 他爸爸媽媽早就已經死了 這麼多年來, 只有我這個兄弟 明白 那如果你有什麼想起的話, 隨時聯絡我們 柯Sir 我大哥的屍體是17號的時候被人發現 我想知道他是哪一天死的 其實我是想知道他死的日子 等我出去的時候, 可以替你納個悲 發現他的屍體的時候 快點報告是死了至少五年 有人在12號早上還見過他 就是他應該是12號遇害 10月12 謝謝你, 高Sir、郭Sir 那我大哥這件案 就擺在你們找個兇手吧 來吧… 吃吧… 好厲害 稍後就煮了這麼多美好菜 還要一碟碟, 都是功夫拆 厲害 蓋著煮慣吃的 那些燒爛燒, 坑爛都很適合 不將力改處, 只可以煮直吃麵 吃飯 為什麼忽然這麼有興致 煮一些獨門菜式? 今天有什麼大日子嗎? 問這麼多, 還要就是豬 他是一些特色菜, 多吃一點 我怕大日, 忘記了那種味道 對, 懂得煮這些菜的人不多 看來第二次真的會失傳 是不是想學?沒問題 我就夠厲害了 收徒弟, 不是應該先收了我嗎? 一百刀, 湯豬就厲害 湯鴨你也不適當 來…讓我來吧 這麼高靜就只懂得拿槍, 不懂得拿刀 你不是替我爭秋姐的寶寶嗎? 秋姐是你們民家的兩朝元老 又是你們民家人, 我怎麼敢爭 明天我百年歸老 都是靠你民家氣替我淡飯賣衰 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 秋姐, 好 好, 不用閉嘴, 你們倆妹胎 跟阿勤男吃光了 今晚人人有好東西吃 除了哥哥沒有 Money回來 當然要移人世界吃好東西 這裡大半年沒開, 我還以為沒做 只是近這個月才開回來 牛腩還是這麼有水準 不過湯底就好像… 焦了 是老闆的兒子提議的 他說現在人家健康了, 喜歡味道 我還以為老闆兒子是新請的伙計 老闆早前五十斤, 刀都舉不起 幸好他兒子回來幫忙 不是當事, 也做不下去 這麼說, 我們是否謝謝老闆兒子 若然我們是小哥的回憶 那需要嗎?我幫你問他拿個電話 讓你請他吃飯 多點來光顧, 不行實際點嗎? 不如說多謝 你做事不是喜歡含蓄, 不張揚的嗎? 你那天也搭得挺好看的 淺灰色衣服, 深灰色格仔中褲 深藍色牛仔褲, 再加一雙白色球鞋 那我是不是要說你那天穿什麼? 算了, 你那天看的, 也不是我 對不起, 萊姆, 我現在要去 好, 我們接觸一下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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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tto MING PAOtto 小姐, 我想你… 我不習慣跟人搭桌子 我也不習慣 只是我覺得你不適合坐桌子 你說什麼? 走 走 放手 好, 走 想回那事真是驚險, 幸好有你 你背著那些人坐著才沒發覺 當我還以為自己很漂亮, 很吸精 那你那件橫色大領中褲 的確很吸引, 很配搭你 原來你記得的 我沒說不記得 你那天這麼大膽 為了酒連一條命都不要, 很難忘 那一瓶真的是我第一次釀的紅酒 由採紮、去緊、賀皮、發酵、緩筒 我做得等了一年 酒沒有了可以釀過, 也不應該拿命薄 那時候我還以為你的酒一定很貴 那倒很貴 你說酒是用Petufidol 不是最高級的葡萄粉種 那衡量價值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準則 你說的貴, 貴在你第一瓶紅酒 是我遇到你的第一瓶酒 因為你, 負餘了這瓶酒 謹申一層年而言 你不會再有其他酒 可以取代到它的位置 什麼事? 為什麼這瓶紅酒開了? 應該是秋姐開了來泡這瓶酒 不知道就阿哥和夢妮的紀念紅酒 是不能開的 不要動 千萬不要動, 只是剛才泡, 不能開的 秋姐為什麼無緣無故要泡這瓶酒? 阿嬌姐說, 紅酒泡洋蔥可以同血觀 我就嘗嘗了 那人夜前, 是不是應該先問問人嗎? 阿嬌姐, 我看她那瓶酒放了過期蜜糖 我就刀了它, 洗乾淨, 沒問題 蜜糖很貴嗎? 不會是節奏很貴? 節奏不貴? 貴得過你的功夫菜嗎? 家晞, 我交了一整晚, 我很累了 我先回家了, 再見 現在怎麼樣? 打電話給郭恩, 告訴她 等她回來有心理準備 好, 你打 紅酒泡洋蔥可以通血管 可以疼痛嗎? 你打電話給郭恩, 你打電話給郭恩 怎麼了?要收回案件嗎? 你要有心理準備 看到不應該看到的事 加點聲給你 有個壞消息要告訴你 但是… 秋姐拿了一瓶酒來浸陽蔥? 其實呢 挺好笑的 那幾小時前 你才說我連命都不要 都要留住最好 轉頭就沒有了 還你? 在你嘗試安慰我之前 不如你先了解一下我什麼想法 我記得有一次我考試成績很好 我爸爸送了巧克力給我 我很開心 一直都捨不得吃 結果放到巧克力過了期 最後我一顆都沒吃過 剛才我看到有空酒瓶 我第一個想起的就是巧克力 一點不開心也沒有 沒有, 就騙你的 但是不發生也發生了 難道我要掛一個 完全不知情的老人家 想心一切 這瓶酒是紀念我們相識的 那現在我們都認識了 有酒沒有酒, 不重要了 有寫, 原來真的有得 沒有了酒, 但就讓我知道 我有個這麼通情達利 善解人意的女朋友 不, 我想找你 公安? 公安? 喂? 徐小姐, 我是夏洛克斯加偵探社的Brian 是 之前你委託我們昨天的報告 也已經電郵了給你 收到了 你要找的是一個叫公安的中國籍男子 年齡介乎三十至四十歲 童年曾經在香港居住 根據你提供的所有資料 我們總共找到兩個完全符合條件的人 希望幫到你 有什麼需要, 隨時再聯絡我們 好, 謝謝 喂? 請問是否公安先生? 我是, 哪位? 我在你的臉書頁 看到你會幫人寫程式 我想找你幫忙寫一個尋失蹤兒童的 挺有意思 是呀, 年輕時就不見了弟妹 那種心情離你不理解? 我又沒試過不見了弟妹 不過也想像到 你先發資料和要求給我 我們再一個時間, 詳細談 好, 謝謝, 再見 發正部高級發炎師? 是他? 是他? 來吧 哥哥,我的髮夾掉了 我幫你夾好去 謝謝哥哥 不用了,漂亮了 你幹甚麼? 你們妹妹,別打我 你還沒看嗎? 公安先生,你好 我是焦點觸覺的徐兒 雖然有點冒昧 但是我對高先生從事發症的專業 很有興趣 覺得很有深入報道的價值 希望有個時間跟高先生做訪問 收到你的訪問邀請 但是暫時還沒打算接受任何傳媒訪問 不好意思 是很快 不要 我還是很快 糟糕 警方根據我們提供的線索 在東北海裡找到一個散流 散流被兩個10公斤的啞鈴綁住 上面還勾著一束紅色線狀纖維 而此是假髮的物質 應該是屬於死者的終界村 當日在石灘發現的小小屍 就是沒有假髮 用兩個啞鈴綁著散流 很明顯是用來尋屍 但是為什麼這條屍又會衝上岸 難道真是天網恢恢? 散流已經送來了 想知道答案, 直接去問她 Holly, 今天肯定很充實 幫大家決定幫忙 知道, 娟姐 好哦, 這個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般的船都是用金屬嵐 金屬嵐是拋入水底或岸上 靠它的重量和爪力, 把船穩定停下來 山嵐又叫海流嵐 顧名思義是靠像降落傘的形狀 拋入大海, 當海水湧入 利用海水的重量和阻力 起到固定的作用 當風浪越大的情況下 山嵐比金屬嵐起到的穩定性會更大 船身也沒那麼容易翻側 喜歡深海基調和潛水的人 他們出海的船艇除了傳統鐵嵐 還會多餘比一個山嵐 山嵐的大小就視乎船隻的長度 和噸位而定 這個山嵐直徑是6.37米 具備直徑6.37米的山嵐 船身的長度應該超過46呎 重超過23吋 傳宗, 山嵐直徑超過6.3米 船身長度46至50呎 噸位在23至29之間 因為這宗案件 我詳細看過和游艇相關的資料 這個尺寸的山嵐 應該有20條山嵐 但現在只有18條 其中有兩條斷了 應該是被海裡的生物 譬如是大嶼之類咬過 再被海藏裡的沙石摩擦而斷開 山嵐斷了, 山嵐鬆開 包在裡面的屍體被海狼衝走 有, 但真正是答案 還要靠證據告訴我們 有, 有血跡反應 我沒說, 我 Adventure 我不行 有, 因为 我用這個部分 非常想像 太陪我弄 那 재珍要露 就算了吧 一切 雙人 我的 reb 我的 收藏在那間房 誰中沒說話仍能說 有誰偽裝 佈滿了太多隱喻的答案 線索會暗中植下一個網 你晚收藏在那間房 誰中沒說話仍能說 有誰偽裝 你與我本身所造, 天會寒 結果或意想不到, 相曝光 為什麼要鎖我的船? 我們一次發現的山南正山 包括四隻珠海村的屍體 山南的購買人是你 那你可以胡亂說話仍然呢? 掛了, 還用什麼? 是鳳京 最重要是方便我們二宵姐來撞住香 撞香給誰?